好,我已經上次最後講到這個有關於這個Pubic裡頭的三種類型的 就是SC、PCC跟FCC這三種類型 上面也就是一條PEI跟F5三種的金格的這個類型 那我們也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描述這個金格裡頭的這個原子位置的時候 我們可以喜歡用這個RZ、XJ、A1、YJ、FJ、A3 那A2、A3就是一整個平移這個金格向量 一個三個走方向這個基本的一個力量 那X、Y、Z、Z就是分量對不對 它一定是介於你一個時間的 所以呢,依照這樣的一個規則去看一顆原子 一個在位金方裡頭的這個原子 這個原子呢,上次最後就講到 就是說,你BCC來看 那因為BCC呢,一個金方裡頭呢 它有這個原子的數目呢 BCC是兩顆對不對 我們上次最後畫了 畫一個散子,然後它提一點點 稍微提一點點 那所以呢,它所對應到的位置呢 裡頭的兩顆原子就是一個原點 再放在這邊就是000 另外一個就是2分之1 那MCC呢,上次最後也講到 一顆是000的話 那這裡還有另外的四顆 還有另外三顆嘛對不對 所以有1分之1,0分之1,0分之1,1分之1,2分之1,2分之1,0 這四顆 那就是BCC的這個樣子 我們上次最後講到這裡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 再來呢,我們來看另外一個類型 它也是很常見的 那比較特殊的 像Cubic或是Hesagonal 這兩種類型的石金格 那以Hesagonal來說 剛剛是Cubic嘛 以Hesagonal來說呢 Hesagonal它其實不是一個Cributive Sale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一個Uni Sale裡頭 它超過一顆的 它不是一顆的 它至少是兩顆的 所以Hesagonal呢 這種的金型呢 它的Cributive Sale 並不是六角形 反而是一個像Pherson Pherson是所謂的零徑 三零徑知道吧 三零徑是零徑的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零徑 所以你看本來六角形長這樣子 對不對,把它料理成這樣 好,那這樣六角形呢 如果我們把其中的兩個三角形 就是這個底跟底 對在一起的三角形 疊在一起的話 那這樣一個呢 這樣一個形成的這個Sale 才是它的Primitive Sale 那這個Hesagonal 是我們一般稱的 Conventional Sale 就是你比較 一般會理解那個樣子 那種叫Conventional Sale 傳統的金格 像我們在剛剛講Cubic的時候 SC是Primitive Sale 那BCC跟MCC 就是所謂的Conventional Sale 對不對 我上次有跨過它那個Primitive Sale 很難理解嘛 對不對 好,那Hesagonal 是Conventional Sale 那它的Primitive Sale呢 就是一個菱形的那個樣子 好,那個菱形的樣子 好,OK 所以呢 這一塊這個菱形 是它的Primitive Sale 那基本上呢 我們金軸 三個金軸在哪裡呢 如果以Hesagonal 它的Primitive Sale 它的金軸就是從中心往外拉 A1、A2 所以自然這個夾角是都要 一百二十度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沿著C軸 沿著C軸 就是它的高度 是這樣子 好 那通常呢 A1 A2 A3 等一下我們今天會特別來講這個HCP 那時間來看一下 可以講一下 好 那大概是金型的 金體的這個類型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個重點 就是有關於這個金面 好 那這個以後呢 你們遇到跟金軸 遇到呢 大概遇到做材料 遇到跟金軸有關的 最重要的是講這個金面 今天我們在做這個材料對盤的時候 你今天跟我講說這個材料 有什麼金面 有什麼特色 另外兩人說 來我把這個樣子 打在它的哪個金面上面 所以金面怎麼定義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來看金面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指標系統 index就是做指標 指標系統 好 那我們來說 今天 我們今天要去定一個金面的指標 你怎麼去定一個面 你現在看你從小到大學的數學 這空間中的一個面 空間中的一個面 你為什麼去定義它 就是 你通常做一個面的方程式嘛 對不對 比如說 Justin 但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金裡頭在金頭這個問題就麻煩了 因為呢 你用這樣的文化 非常的非常非常複雜 abcd有四個變數 那這四個變數你到底在講 然後一直重複 複重複這個面一層一層這樣長上去的 你到底在講哪裡 大家會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有晶體有晶體的所謂的index 指標系統 好 OK 那我們怎麼來看 假設晶體呢 我們三圍空間的晶體 它有三個方向的面 那這樣的一個面 假設在空間坐標軸 假設晶體 假設它有空間坐標軸 這樣子 那你空間中有某一個面 某一個面 像是圓點 我用abc好了 這叫a 這叫b 這叫c 那空間中就有某一個面 空間中有某一個面在這邊 某一個面在這邊 好 那我們怎麼說這個面 這個面它有 我怎麼去跟你說 我現在跟你討論的是這個面呢 我們就需要指標系統 對不對 好 那不管你是哪一種面 一定會挑戰一些事情 你的面應該要跟你的坐標軸相交嘛 對不對 你不可能一個面跟你坐標軸相交的嘛 對不對 所以相交幾個點 最多三個點 對不對 最少一個點 對不對 空間坐標軸 怎麼樣會有一個點 就是我只切在這邊完全根 譬如說 假設這個a 錯了這個c 假設c 就是相交最少的情況下 假設我今天ac是一個平面的話 如果一個平面跟ac平面 平行的話 那我跟坐標軸才交一個點 對不對 這最少的情況 那你可能交兩個點 交兩個點是怎麼樣的情況 交兩個點 我可能可以這樣子 把這個擦掉 交兩個點 我可能可以 這樣子 對不對 一個面長這樣子 我跟 跟ab相交 可是我跟c怎麼樣 平行嘛 有平行嘛 對不對 所以我坐標軸可以交兩個點 對不對 正常的情況下 大部分都是交三個點嘛 對吧 一定會有交三個點 對不對 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惑性來 定義一個晶體的指標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事情 所以假設這個晶軸 abc3 或者課本用A1A2A3 發現這個有時候 這個 我們常用的習慣是用abc 那課本用A1A2A3 是這個 比較物理學的說法 如果你是用晶體學的說法 那會用abc 那以後講的時候會 這個 口誤嘛 你就知道 在講什麼意思就好了 好 A1A2A3 這三個是這個 晶體的這個基本的 這個平行相要長度 A1A2A3 三個晶軸 那個平行相要晶軸 那怎麼去定義這個晶軸呢 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那規則是什麼呢 這今天講完有點都會了啦 怎麼樣很簡單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好 第一個 我們首先先找到這個面 跟三個晶軸的結距 intercept 就是所謂的結距 你找到面跟這三個晶軸的結距 當你找到結距之後 當然了 這個晶軸 你選擇的話 你可以選它是 crivitive cell 或是non-crivitive cell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這個fcc bcc 它就是non-crivitive cell 那hcb 就是六方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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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non-crivitive cell 但是你選的時候 不能 你選的時候 是non-crivitive cell 然後呢 最後你跟他講 是crivitive cell 不可以這樣子 non-crivitive cell 你跟他講的時候 你可能先講A 然後等一下算成B 好 那 你是哪一種cell都沒有關係 但是 基本上你A1A2A3 定了就定了 好 那 那 因為呢 這個面呢 會跟他有結局嘛 對不對 所以 你得到這個結局之後呢 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把這些結局呢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倒數 做一個倒數 所以 recycle of this number 就是把 你取到的結局 取個倒數 那最後 在這些倒數 這三個倒數中間 你去找一件事情 找 它們把它乘上一個倍率 最小的那個倍率呢 得到的整數 就是你要的東西 好 講那麼多很故障 你是一做一次你就知道 其實 其實不難啦 那最後得到的那個數字 就是叫做 小括號 HKL 那這就是這個面的所謂的指標 我們來舉例 好 今天呢 A1 A2 A3 這組我畫一二三 這五倍A1 這五倍A2 跟五倍A3 那今天有個面 剛好這樣 就是結在這三個軸上 所以這邊剛好結在A1的四 就是四倍A1 結在一倍的A2 跟結在兩倍的A3 我這樣結過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怎麼去定出它的指標呢 第一件事情 你看 這裡的結局是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說要取倒數 所以變四分之一 這裡的一 一的倒數就是一嘛 對不對 最後呢 二的倒數是二分之一 好吧 那我們依照A1 A2跟A3的順序把它排起來 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四分之一 一二分之一 這樣有多問題 結局先取倒數 然後把它放在一起 好啦 那再來就是國小的多問題 應該是國小的多問題 現在國小應該有學過什麼 這個最小多倍數嗎 有沒有 有吧 有啦 還是你們國中學的 還是最小多倍數是高中學的 聽說現在 以後的佛教會越加越簡單 越簡單對不對 到大學還在學這個 最小多倍數 最大多倍數 最小多倍數 應該不會吧 好啦 那 這個要乘多少才到三個都變成整數 那一幾 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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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多少全都變成整數 四 四嘛對不對 大家國小都有畢業嘛 對不對 好 全部整理四 所以變成 一四二 所以這個面 以後你就知道 等下可以說一四二面 就長這樣子 這叫一四二面 來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叫一四二面 那一四二 這一四二 這一個一四二 一 一四二 我們會用 HK L 三個來表示 這個HKL 我們後續會跟你講 後面會跟你講 其實我們在第二章 會跟你講 第二章我們課本用的 不要叫做B1 B2 B3 就跟我們的金軸 我們金軸不是要A1 A2 A3嗎 對不對 可是你讀P1 你選操場人家 用的就是ABC 你了解歷史 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很簡單 來我們看第二個例子 就課本的例子 來 各位這個例子 來 那在ABC三軸呢 結到的是3 2 2 那看應該什麼面 看應該什麼面 來 第一個 這要怎麼做 3要變成什麼 3分之1嘛 那2呢 2分之1嘛 然後2 也2分之1嘛 對不對 湊起來就是3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那乘以幾 6嘛 對不對 乘以6之後變成什麼 變成2 3 3 這個晶面就在2 3 3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沒有齁 OK 好 那所以呢 這就是晶面的第一方法 那這東西呢 我們會秤 其實我們會秤 比較多米勒指標 所以我沒有寫到 它叫做Meter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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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米勒指標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米勒指標 他其實就是講經驗 指標 指標 這個指標 所以你看到就是這樣子 人家跟你講這個指標的意義就是這樣 那當然這一個 跟我們這樣的做法 跟我們常見的經理有一點點的差異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講那個晶面 我們喜歡講的晶面是講在什麼 一個單位晶格內的晶面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切線 當然不會 我這樣一個晶格裡頭切 我怎麼切我的A1 A2 A3前面的數字 絕對都是分數嗎 對吧 這個呢 一切就切了四個晶格五個晶格 對不對 那但是呢 我們會得到等效的晶面 為什麼 因為方向是一樣的 等一下會跟你解釋一下跟你說 好 所以第一個 怎麼去定義晶面 這個會了吧 這個會了吧 有些人已經開始在做專題 看這個paper 說今天我的這個晶面 是在講的晶面上 對不對 你的電子往哪個晶面跑 或是我掺杂才要在講的晶面 就是這個東西 好 OK 好 那當然還有一個例子啊 我剛剛講 萬一你的結局是無窮的 怎麼辦 結局無窮的 告訴你你的指標變成什麼 假設結局數 像這個 我在吸的結局數窮大對不對 所以無窮大的導數是什麼 是0嘛 對不對 那0在乘次而非數還是0嘛 所以遇到0 表示他跟這個面 跟這個晶軸完全怎麼樣 沒有相交嗎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有一個例子 無窮大的時候呢 他的index一定是0 好 那剛剛那是比較容易解釋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裡頭 這個就是以一個晶體的概念來講 假設我結的面不是這麼大範圍 結在晶體裡頭呢 規則也是一模一樣 那 譬如說我們來看這個 第一個 這是cubic 假設我們今天講的是cubic 我剛剛好結在一個A的地方 一個A的地方 那是什麼面 剛好結在A或者A1的位置 是不是就100面 對不對 剛好結在B就是010嘛 結在C就是001嘛 對不對 這三個基本可以接受嘛 那如果剛好結在P腿 對不對 像這樣P腿嘛 A跟B 那結出來的就是110面 這樣了解嗎 那P三個對不對 3P對不對 PPE嘛 是不是 好 好 那結在一半呢 結在一半呢 一半的倒數是什麼 2分之1的倒數是什麼 2嘛 對不對 那剛好他跟別人不解 所以200其實是結一半 所以數字越大是怎麼樣 離遠點越近 對不對 所以300就是結在哪裡 3分之1嘛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今天的數字越大 它離遠點怎麼樣 越近 好 離遠點越近 這樣了解嗎 好 那還有一個例子像這個 我不但沒有結在1上面 我結到負的那邊去了 如果你結在負號那邊 我會用這個符號 用個bar來表示 bar其實就代表 其實這個給負1的意思 上面加一個bar 它就是負1的意思 好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齁 所以你看齁 這很多面齁 很多面 因為這是cubic 其實事實上這個面 理論上是無窮多的啦 這只是常見的一些面 這個cubic 我是把它修在這裡給你看 什麼110 10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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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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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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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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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時候為了避免 今天我們要講這個面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常常問 這個面它的距離有多長 因為我們後面會講2dsinθ 要掛了個定律對不對 那請問我問你一個問題的話 對yubic來說 我們以後會有提到這個問題 2dsinθ 好我舉個例 假設我今天我問你說 對應θ30度的晶面是哪一些 今天你是ubic 這個是常數嘛對不對 固定狀況是常數 這個我已經固定是30了 那你這個b 就是晶面到遠點的這個距離 我問你ubic有幾 這個會出現30度的這個晶面 是哪幾個 正常accomation像這個例子 有幾個 100-010-00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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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這個方法叫做什麼呢 今天假設 假設因為對稱性造成的這些 這些都是一模一樣的面的話 我們就要用一個所謂的什麼呢 就用所謂的顆粒bracket 就是大括號 來表示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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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比如說這是A,這是B,這是C 對不對 假設我們今天講的面是 這個面應該是什麼面 我現在這樣切了黃色的一塊應該是什麼面 想一下,黃色我這樣切應該是什麼面 這幹嘛是一個A,這幹嘛是一個B,這是一個C 我黃色這樣切,切起來這個面應該在什麼面 應該是什麼面 這個 來這個結局是1,導數也是1 這個結局是1,導數也是1 1跟C呢,沒有結局無窮大 所以導數是什麼,無窮大分之1的面 所以這個面叫1,0面 對不對 好,那由對稱性產生一模一樣的面 這邊有哪一些呢 擦掉喔,這樣子齁 好,對稱性產生的面 好,就可以這樣延伸過去,延伸過去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裡,這裡,這裡,對不對 所以我像這樣切 這邊是正的,這邊是負的 1,負1,0,對不對 這一個負1,負1,0 這一個負1,1,0,對不對 這四個面 它跟裡面的橘色都一模一樣 對吧 所以呢,我今天如果指這個 1,1,0 其實是哪些面 1,2,3,4 對不對,那有沒有這樣子呢 0,1,1,1呢,有沒有 有沒有,0,1,1 就是這樣 就是我這樣橫切的面,有嗎 喊不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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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喊啊,因為 這個面到遠點的距離 跟這個面到遠點的距離是不一樣的啊 對不對,只有一樣的才能夠 用這個符號啊 對不對,所以我1,1,0 用大括號,其實代表只有四個面 不是六個面,這個要多清楚 好不好 好,這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 可以齁,重複的面 重複的面,這其實代表就是重複的面 OK 好,那是剛剛講過 其實2,0,0就是什麼 方向跟1,0一樣 是它結在哪裡 一半A的地方 好,OK 好,那剛剛我們講的三種 三種標示法啊 小括號,小括號就確定就是只有那個面 大括號呢 則是代表有沒有 一系列相同距離的這個面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呢,叫做中括號 中括號通常用在哪裡呢 假設今天去做這個電子導舍 電子導舍 電子導舍 或者是說今天去長材料的時候呢 你要定義說 我現在這個材料沿在哪個面去生長的 通常你就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這個完全就是方向的指標 方向的指標 它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沿什麼 我們特定的方向 而且呢這個指標呢 我們不會去講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100,200,300,400,400 其實都是同一個方向 對不對 只是它怎麼樣 是越切越靠近原點嘛 對不對 那這裡頭呢 我們永遠就只用100這個指標 代表是沿著什麼 沿著A軸的方向 沿著A軸的方向 這樣了解嗎 它這純粹就是一個像這樣的意思 就像我們的空間座標準 對不對 空間座標準 A可能是這樣子 或者我們可以選A 沿著A軸的方向 對不對 那這個指標就有點像這個意思 了解嗎 所以UVW UVW 代表的是我今天要對 這個晶體沿著哪個方向 討論的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這個 這個表示法 OK 好 所以這個A1 這個A1 譬如說我們叫100 那負A2 那就是什麼 0 負1 0 這樣了解嗎 我們就純粹是方向的意思 純粹方向 那當然 基本上正軸的經系 像Cubing 這半分的正軸經系 我們這樣的一個標示法 這樣一個標示法 這兩個應該是一樣 兩個方向也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雙方向正軸來說是一樣的 但是呢 不一定每個經軸系統 都會是這樣 譬如說你今天是協經格 對不對 協經格 畫一張 畫一張 你也知道嗎 一個協經格 比如說 摩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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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這樣 對不對 摩隆均 大概長 怎麼畫比較好看呢 這是90度 這是某一個軸 斜斜的 那另一個軸呢 這樣也是90度 但是這個軸呢 腳大的好腳 對不對 好 這樣的一個晶體 這樣一個晶體 這是一個斜晶體嘛 對不對 好啦 那這個斜晶體 沿著這個方向 沿著這個方向 0 應該是什麼樣子 到底是要跟他對稱 還是不對稱 他 應該跟他對稱 還是不對稱 應該跟他對稱 對不對 那這怎麼辦 這個就要另外去 算這個角度去標他 用余懸定